注意看,眼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校门 是的,你没听错,是全球最大 这个校门就是山东辽城的辽城大学的校门了 我刚才第一眼看到这个校门的时候 我都被他惊讶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校门一共有56根席柱 跟27个门洞组成 整个门的建造风格有点像罗马的建筑特色吧 最夸张就是它长度达到了140米 毫无夸张的说,这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一个校门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校门太大了 于是的话,在当年辽城大学就因为这个大门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在网上有传言 说建造这个大门的时候就花了8000万 于是在网上一时激起千层浪 从而引起了很大的热议 最后辽城大学的有关人员就出来澄清 说网上传的都是谣言 这个大门只花了300万吧 那大家觉得这个大门只不及300万 无论怎样吧 现在这个校门已经成为山东大学的一个蒙面丹丹了 也让辽城大学的精明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吧 但是辽城员对辽城大学并不是很喜欢吧 因为辽城大学既不是重本 也不是一本 只是一个二本大学 好了,大家看完辽城大学的校门之后 有何感受有什么显瘦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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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